我們交工委員會對於前台的交工提示 都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要特別提出來 我在這兩屆立委任內 六位部長 我們先任林佳朗部長 是最接地氣的部長 我們內閣裡面 部長知曉度 部長的施政滿力度 部長的政策 肯定度最強的就是 我們交通部的林部長 我們是不是給部長感謝一下 這個有幾項跟宜蘭有關係 我再來講一下 第一個 我們連續假日 我們這個塞車塞了鑰匙 那部長彈性費力的實施 減少很多的民怨 雖然塞車但是 建物就在關心 所以我過去一直在談的 這一點 彈性費力的處理很重要 第二點 我們宜蘭縣 重大交通建設 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 在部長任內 都可以看到一些成果 比如說 我們未來 要推動的 東部的快鐵 西部的高鐵 將全球的網路 在部長任內 我相信會達到一個 藍圖出來 那我們 我們今年成立軌道中心 這也是部長任內 非常大的一個成就 那我們未來 整個交通路網 在交通部的指導之下 我相信 結合一個智慧的一個行控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 全球在陸海空 正為一個整體的發展 會有一個很 很進步的不一樣的價值 他早上部長 也特別關心我們 血稅的安全 所以 首創交通部 補助我們 地方政府 這個 在消防方面的一個設施 車輛安全 再次行